2月5号农历初六开工的第一天 新北市政府在六楼大礼堂举行了新春团拜 武东一开始先由气势磅礴的古异表演 带来了朝气十足的新春贺席 市长周立伦在致辞中表示 今年是马年 期许市府团队要像马一样 充满企图心执行力 并且团结一致 继续为市政建设而努力 2月5号农历初六许多公司航号都开始恢复正常上班 新北市政府也在六楼大礼堂举办新春团拜 各局处首长及市府员工纷纷前来互道恭喜 团拜活动一开始先由新装著名的欧古特青少年古异团 带来气势磅礴的几股表演 震额欲聋的鼓声为新的一年带来新的朝气 市长朱立伦率领团队一级主管向大家新春贺喜 而在致辞中他提到 今年是马年象征着速度和效率 也代表着要更团结一致 期许市府团队在市政建设方面要一年比一年更好 今年是马年 马年就是代表速度 就是要代表执行力 马也是一个团队 很讲究团队的一种动物 那马年当然也希望我们大家重视我们的团队 能够有执行力 能够有协调力 同时我们市政工作 我一直强调我们充满了企图心 企图心不是只有今年要做好 要每一年都做好 今年要做好 明年要做好 后年要做好 每一年都要做好 另外市长朱立伦也展现了企图心 他表示去年新北市政府的招商表现是全国第一 城市清洁也名列前茅 因此新的一年同样要站在民众的角度发挥同理心 充满执行力 不管是在交通或者是基础建设上都要再接再厉 我们希望我们的捷运能够带动整个都市的发展 让民众能够感受西北市是一个快速的 是一个有效率的成长的城市 同样的我们所有民众关心的路平灯亮水沟通 环境清洁社区安宁 每一项的重要工作 我们都还是要加油 随后市长朱立伦敲下大锣代表开春大吉 现场一片喜气洋洋 而在市长的勉励之下 新北市政府各局处将持续面对新年新挑战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